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大家分享的是明年全球佛学会考的教材 人间佛教 佛陀本怀这本书 所以我们的观众菩萨说 因为我把这个单元叫做佛教一本通 也确实是有一本书 它从英文翻译成中文或者其他的语言 是有这么一本书 但是我只是用这个单元 刚好是同名称 但用的教材其实还是这一本书 所以请各位如果您要到各个道场去索取的话 一定是人间佛教佛陀本怀 这么一本书 那我每一次都会跟各位说 我们今天要进入到 比如今天讲就是第三十页了 其实这个讲的还是整个佛教的眼镜 它在这个好像一个演变的过程中 它是怎么样去发展 怎么样展开这个佛教的一个进展 所以谈到人间佛教 它关系到的还是说 佛教它以什么样的样貌 在不断的在流传着 那它的内容 就是说它的内容会偏重 因为它呈现的样貌不同 是来自于内容 所以我们就会讲到说 佛教发展从佛陀的教导 佛陀是为了解决人间人类的问题 所以告诉我们要智慧 要理解哪一些内容 从这个佛陀的本怀 然后开始 那进入到不同的 其实现在还讲 就是大师著作的 人间佛教佛陀本怀这本书 我们一共六章 这还是第一章 课本里头就是第三十页 就讲到说 它在这个眼镜过程中 佛陀讲的原本的一味的佛法 但经过不同的音源 它是怎么样变化 变化不是不好 分裂不是不好 就是我就是想说 我的理解就像 这个人各种的生物体 生命体 它从单一的细胞 从一个母细胞 就细胞要分裂 分裂它才可以生长 可以繁殖 就生命体的 它的这个整个的呈现 就是从分裂来的 所以佛教也是一个有机体 它也要到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根性的人 它就会开始就顺应 就不一样 所以这样子多元的继续 这种分裂也好 分化也好 但呈现更加丰富的佛教的样貌 但不管你怎么这个分化 呈现不同样貌 但不能失去原本的佛陀的本怀 这个就是师父跟我们讲 就是人间佛教就是佛陀的本怀 解决人类的问题 所以你可以成长 可以发展 但是你要回归佛陀本怀 你不要失去佛陀的本意 就是这样子 好 有这样的一个前提 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 这一段第三十页说 由于佛教的眼镜 大称佛教 这又是在发展出来 大称佛教就更加的偏重 是倡导菩萨的精神 那么这是合乎佛陀本意 合乎人间的精神 真的就像大师说 人间佛教 最简单的定义 是佛说的 是人要的 是清净的是善美的 凡事能够增进人类福祉 安乐的都是人间佛教 所以它符合佛陀的教义本意 也符合人类的需求 好 那每一位菩萨都是因为发菩提心 而来成就菩萨道 所以菩提心也就成为 人间佛教的根本 所以如果有人说 它是这个 比如说它就是在人间佛教 它相应 它在里面学习 但是它又很自私自了 这些人就说不通 发菩提心是什么 上求佛道 然后呢 你求的佛道不是为自己 然后下化众生 是利人利己 是自觉觉他 这就是菩提心 这也就是人间佛教的根本 各位我们的理解把它连贯起来 好说只不过 接下来大师就说 我们完全在大师的很包容 我觉得是大师的那种像菩萨一样的心 他看佛教发展 他是很包容的是容许各种不同的呈现 并不是说只能有某一种 虽然佛光山是禅宗里头的灵迹宗 但是并不是说只强调自家的中风而已 是回归佛陀本怀 是八中间 我们现在接着来看 说由于弟子的根性不同 对佛法义理的理解 乃至在修持体悟上各有不同 佛法义理的理解 理解是解门 那在戒律的那种修持各方面 行门的行持方面 那是行门 就解行 这两方面呢 就会有一些不同的理解 偏重 那甚至于对佛陀的教法 就有了不同的见解和主张 一味的佛陀的教导 到了不同人的身上 开始产生变化了 因为个人根性相应 这些不同 甚至于呢 如果再加上这些人 人为因素 有各自执着自己的理念想法 就会产生所谓的我执法执 也因此就让佛法的信仰难以统一 甚至影响了佛教的发展 对这一点 其实师父是 好 可以讲无数次了 跟我们讲起对佛教的未来 师父的忧心就是 大家在各自的这种 我执法执上坚持的话 佛法的发展是会有困难的 对这一点 师父很忧心 那么师父就举例说 例如 佛陀入面后不久 由于弟子在教义与戒律 行持上有各种不同的执着 就分裂成很多的部派 所以就称为部派佛教 其实就从佛陀入面后 第一个节下安居 就是大弟子 大家摄尊者 他就召集了这个经典结集 要结集 就是说有系统的去整理佛陀的教导 第一次结集 在七月库 那么当时就已经 当时马上就有 库内结集 库外结集 因为大家摄尊者 集合大家对经典戒律 在整理 但是当时出门在外的 富罗罗尊者 他们出外弘法 并没有赶回来 或者说并没有收到消息 说要赶回来节集 所以等到他知道 再赶回来 对某一些 这个整理出来的 某些内容 他有点看法 他也会说 我所理解佛陀 佛陀都叫我代佛宣说 就富罗罗尊者 总是到远方 就像我们调派海外一样的 到远方去 所以他当时是来不及 参加在第一次的这个结集 所以他就有了他的一些看法 这第一次就有了 更别说以后 那还是佛陀入灭后的 第一个夏天 好 那么这个中间 如果我先把这个课文 顺一下 说讲到说 这不派佛教就开始了 那后来随着时空的流转 师父在这里 把它按时间跟空间来说 时间上的继续走 就又在 就被在归纳 分出这个叫原始佛教 这个叫印度大乘佛教的说法 时间上又有不同的发展了 空间上 这就更多元 这个地球之大 佛法能走到的地方 空间上 因为地理位置就又分出 所谓的南传 北传 就南传佛教 北传佛教 这方向向南传 向北传 也有所谓的汉传佛教 藏传佛教 甚至于呢 越传越广 越久越大 又在发展出韩国式的佛教 日本式的佛教 还有欧美的佛教 包含泰国式的佛教等等 西方人的佛教 那光是在中国 这个我需要我们方元帮我们制作一些字卡 大家一边听 否则我这是一路讲 大家没有拿着课本的话 会不知所云 好 光是在中国就分有八大宗派 那单指缠门吧 又有一花五叶五家七派的说法 这个八大宗派 那大师跟我们讲 用一手祭语 就可以把中国的大乘八宗 把它包含 密复禅平方便静 唯是奈凡家祥空 传统华言修身律 意理组织天台中 一手祭语 就把禅宗禁虎中 秘宗 唯是中 家祥中就是三论中 讲这个空 那传统华言中 律中 然后意理组织天台中 为什么讲意理组织天台中 就是佛教传入中国 真正把这个意理组织起来 把教理组织起来 中国化 佛教中国化的建立 应该在天台中 所以就像这样子 到中国也在 传法的因缘不同 有这八大宗派 单单一个禅宗 现在看 什么叫一花五叶 五加七派 再来一张字卡 一花那就讲 就以禅宗来说 这个一花五叶指的是禅宗的 这个法脉源流 从初祖达摩祖师 东渡到中国来了 他到中国 所以这个称为禅宗的初祖 是达摩祖师 再往后传 二祖是慧可大师 慧可断臂的慧可大师 当时 我先把它讲完 三祖就传 声颤大师 四祖 道姓大师 道五祖 大家比较 又听多一点公案了 红忍大师 因为传法给六祖慧能大师 像这样子 有人说达摩初祖 传五位祖师 叫一花五叶 这个说法还比较少 但也有人这样说 但实际上是 这个一花五叶是 一花是达摩祖师 初祖没错 但是他从达摩祖师 传给二祖慧可大师 当时有一个传法的纪御 叫五本来之土 传法旧迷勤 一花开五叶 结果自然成 就已经预告 不是预告说 我要收五个祖师级的徒弟 让他们怎么样 不是这个意思 他是说 传法到六祖慧能大师时候 在那里会一花开五叶 是慧能大师的 这个要讲到再复杂一点 南中产 北中产 因为当时红忍大师传法 当时有一点争论 到底是大师兄 神秀大师呢 还是这个在聪明房 整天在厨房 这聪明的 这个当时还是在家中的 慧能大师呢 但最后是慧能大师 这个故事太长 今天没时间说 但总之呢 后来当然各自在 这个禅宗的教学上 一南一北 神秀是北中禅 慧能大师是南中禅 那慢慢的 这个讲北建南顿 就倡导顿雾的慧能大师 是他这一派 真正的 这禅在中国 就是在禅宗史上 最辉煌的时代 南中禅就衍生开了 有五个流派了 那这五个流派 各位可以看这个字卡 三点所一个行为的 是河水的名称 念为龟 所以就分出 龟仰宗 林济宗 曹洞宗 法眼宗 跟云门宗 在台湾很有名的 云门五籍 还是跟修禅有关的 这都是来自佛门的 一些专门的词汇 然后在灵济宗 当然其实各位比较熟悉 应该是灵济宗 跟曹洞宗 曹洞宗特别在韩国 可以讲几乎是 以韩国为主 所以 但灵济宗 就是这个灵济禅法 佛光山就是灵济宗 当时有讲 不管是说 灵天下 动一语 就灵济儿孙满天下 叫灵天下 还是动一语 叫曹洞宗会在一个地方 然后能传遍天下 就是灵济宗 这一些都是在 不管是佛教的发展 中国佛教的发展 或者是禅宗的发展 这些都是 各位听 发展发展发展 他就不断的一直分 一直分 所以我觉得师父实在是很 在看这个 他是比较 很宽容的一种视角 就是说 他不是坏事 分裂 不是坏事 我觉得能讲这句话 应该也 没有几个人敢 怎么样说 大部分会 用批判的 你看 你看 他们就是一直在分裂 但师父说 他不是坏事 我们来看 我刚刚就快速的借助 方圆制作的字卡 让大家看一下 甚至于说 这个叫一花五叶 这五中 南中禅的五中 五个六派 到灵济宗继续 继续 就是因为他在成长 这种状态 他会再分 再分出两派 叫黄龙派 跟阳琪派 这样子 尽管是这样 我们看 尽管佛教在发展过程中 有所谓的 佛以一应演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 这维摩节间里面说的 众生随类各得解 大家听到的 总是你自己比较相应的 但其实方便有多门 归缘无二路 就是说 它是很多元的 善巧方便的 一直在传法 但是归缘无二路 就是他的 本来的源头 其实也是只有一位的 佛陀的本怀 只要大家不是在 人我是非上 人我分针上去计较 而是因为对 教义的认知理解 乃至对修持的方法 体验不同 所以有各自弘法的 这些法门跟方向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师父讲 只要你不是个人的那一种 人我的那种纷争 计较 不是那种 不管是私心 或者小鼻子小眼 不是那一种 只是对你相应的 教义 或者修持 弘法方向 会有所不同 偏重 那个就 师父说 不是坏事 这就如同中国的 大乘八宗 不也是各有 至终的叛教 叛教标准 就他们怎么去解析 佛陀的分类 怎么去分类 怎么去归纳 但是并没有因此 而分裂佛教 他的发展是一直在 好像开支善业 但他没有回过头来 把自己的佛教分裂掉 并没有 反而是让佛教 如同百花开放 更显得他丰富而多元 更能顺应各种 不同根基的众生需求 因为大家所信仰的 都是同一位佛陀 大家所弘扬的 也都是佛陀 根据三法印 对人间说的 一代实教 好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我先就带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 从这里再来看 就是人间佛教的 发展 他其实是 是一个必然的 因为他其实就是佛陀本怀 那我们就下一次 继续再来讲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